好 我們再回到 昆山封城到底怎麼解讀呢 因為深圳封丸封上海 上海封丸封深圳 那麼越封越嚴重 大家都說上海封城比昆山嚴重 那麼昆山封城又比上海嚴重 所以昆山封城怎麼解 文青副總 我想這樣看 實際上上海跟昆山 這一次是因為他的人太多了 同時中國政府堅持要 所謂兼蔽親野的親民政策 導致於說這些地方政府 都怕說因為防疫而不好的情況之下 而丟關 被修理 丟關 所以變成說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看之前的東莞 深圳 華東 華北 這邊的一個封城的狀況 其實慢慢其實都已經解封了 但是上海昆山 因為人多的情況之下 反而到目前為止 到現在還能封 他的警力狀況都還不是很好 當然中央政府也都下來做了 所以這些在昆山有設廠的公司 現在要稍微先閉一下 因為你不知道他封到什麼時候 如果按照新階段的訊息 停公司到4月8號 但是上次說到4月5號還是延 所以為什麼今天稍微會影響到 整個牌面都是這樣 尤其像在昆山 營收占比比較高的 或者說它的產能比較大的 這些PCB廠 南亞人 台光電 台灣電 南電 巨大台 這些PCB 電影 或者說像是雅電 這些是他們的占比比較大的 對 占比比較大的 短線上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當然這個後面還是要觀察 整個檢疫的速度 現在看起來 中國中央已經16個省的資源 下到上海這邊 一個省分一個區來做的話 如果按照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慢慢的 假設說它的檢疫的難度開始 降低 然後這個整個解封的時間 減的速度看那麼拉快一點 可能就會比較快的解封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短線上影響會有 可是中長期的影響 應該相對都有限 所以它確實在短線上 還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以副總你們的研究部門 現在在研究這樣的盤 應該買什麼的股票 是進可攻退可守 對 當然就是看 現階段我們來看 我為什麼認為說 這個底部相對是 看起來10個percent 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 其實應該是一個相對的底部 原因是因為今年的獲利來看 上市規公司的獲利來看的話 原則上至少都還有持平 到小幅成長的一個態勢 尤其是上游的半導體 當然這當中最主要還是來自於 台積電的獲利的成長 我相信大家我們來看說 台積電今年的獲利 其實EPS30塊是沒有問題的 那回到這個殖利率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基本上就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一些標準 尤其是5月份 5 6月 尤其6月開始會密集的出息 所以這是活水 它的殖利如果夠高 那又會成長 公司如果又是成長的公司 它獲利沒有衰退 股價也跌三成了 它基本上就有機會來填息 好 所以你整理的是 它會成長 EPS表現很好 它殖利率又很高的股票 沒有錯 台灣物資裡面 重量級的指標股這些 其實基本上 聯發科 中鋼 聯電 聯華 南電 台積電 新興 是 那這邊的殖利率 我們如果看殖利率比較高的 其實三家 聯發科 中鋼跟聯電 聯電 聯發科 中鋼跟聯電 是排在前三名 那這三家的話 它的殖利率以 聯發科來說的話 它現在殖利率有8% 現金股利是73塊 如果按照現階段 大家再估說 它今年的獲利的數字來說 即便是我們現在估了83塊 你認為是樂觀 但是這些外資調降的數字 還有將近80塊以上 換句話說 它現在本業比就是11倍多一點 858塊 其實第二個 它第一季有沒有成長 跟去年同期成長 第三個 它第二季有沒有成長 還是會成長 跟去年同期 所以殖利率不只要高 而且要會成長 股價跌三層 是 股價跌三層 獲利還是成長 當它低檔的時候 它公布它的獲利 公布它的營收 如果大家覺得它夠便宜的話 第一個殖利率的防禦性 都會出來了 第二個 它的成長性 它的獲利的本質 基本上就會顯現 包括像聯電 其實也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聯電為什麼從高點跌到 現在50塊塊 還要去保衛 實際上 以聯電的28奈米的 這個製程來說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功過為久 其實今年根本還沒有 這樣的一個營運 公布有學是他們公司自己講的 又不是咱們說的 應該是說 它的說詞是有點不太一樣 他說的是明年可能 他說明年 但是明年真的會 產能會是如期的開出來 其實到現在 當然沒有定的定論 中鋼當然現在其實受惠了 就是所謂的這個二物戰爭 所謂報價的上揚 所以看起來是 也是短線上進的 攻對個手的一個標的 其他像是窄版的部分 或者是像台積電 即便它的這個殖遇率不夠高 沒有那麼高 但是它成長性很強 但是它成長性夠強 如果包括像是藍電跟信心 這一次如果是因為 這個所謂的中國這邊 因為封城的影響 而受到股價上的下挫的話 其實反而是低階的好時間 好 不過文青副總 這麼多我們怎麼選 對 所以最重要的標 最重要的邏輯就是說 如果它的股價跌 但是基本上它的獲利 並沒有因此的大幅衰退 也就是說你列表這些個股 反而跌我們要高興對不對 因為它越跌殖利率越高 風低嘛 是 同時它的殖利率 如果高那更好 那你可以選擇在除息之前 考慮風低成績 好 參與除全息 因為它的成長力夠 那麼填息的機會就很高 好 這是副總認為 在此時此刻最好的投資策略 但我們回來看 偏偏外資在這時候大賣 交了我們冷水 所以外資今天大賣269億 讓指數往下回測年限 剛剛副總特別談到聯發課 他說聯發課 殖利率又高 持長率又好 跌下來不用怕 聯發課才今天 就被外資賣到破底 所以我們等會好好來解解外資 稍後來解投信 這個季度到底會怎麼樣 做他們的選股標的 好 我們來談談外資 外資大賣269億 中林 我們來看看他們到底賣什麼呢 好 今天賣的第一名是聯電 賣了金寶 可能是翁旭大戰 賣了長榮 中石化 台積電 賣了國胎非常半導體 抗壞半導體 賣了全創新星 陽明 以及中性關鍵半導體 也是半導體的ETF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外資 我們回來看 到底外資一直賣 要賣到什麼時候 這個盤要跌到哪裡 基本上 就點如果說那盤的話 盤應該在這附近 它應該就會阻底 但是如果說以各股來看的話 其實像這幾支股票 很多次都剛 文青部長講到 也就是如果說 你就基本面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你就基本面或直立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可以買的 但如果說你考慮到技術面的話 其實技術面都稍微差一點 好 我看你分了兩類對不對 外資持續撤退的股票呢 你分兩類 一類是今天破了月線 外資雖然賣 但賣超縮小 光股最近有買的 這一組 下面這一組是今天股價創新低 但是外資賣超是擴大的 這個月跌幅超過20% 跌得很深 外資還在大賣 還賣不停手的 這是一類 所以樓上跟樓下的操作策略 應該有點不同吧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以這兩支龍頭股來看的話 你有錢 有耐心 你就買著 所以這個樓上樓下 雷花科 台積電都可以 對 那如果說你這兩個部分的話 賴雅科跟瑞玉 我會認為這個兩支稍微再看一下 為什麼 不要買 對 因為這個跌幅其實超過20%的話 甚至是怎麼樣 這個都已經空頭了 對 它不是剛跌 它跌好久了 跌到什麼 跌到死亡 外資不是剛賣 是賣好久了 對 賣很久 而且賣到死亡加渣出來了 那死亡加渣的話其實就怎麼樣 你如果說要買的話 第一個 你起碼要先站回月線嘛 站回月線才表示你轉強嘛 你沒有站回月線 這兩支也會差別就對了 對 而且它是屬於標準 但是現在不會賣在阿呆股吧 如果沒賣的人現在還要賣嗎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可以換股 換股 對 用換樓 不要一直想賣股票 你換股票 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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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反進 那樓上的星星呢 那樓上這部分其實 我個人認為 其實像這個星星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講 這個是死亡交叉對不對 那星星 他們死亡交叉 沒有 它沒有 而且需求還是很強 所以需求還是很強的話 這種股票應該怎麼樣 要跌它早就跌 它就是在上面 弄成這樣而已 害人害怕 這種股票等 害人害怕 而且也是蘋果包場 所以我認為像這支股票 如果說有掉下來 在接近季線的部分 它是可以買的 就是它這個是什麼樣 它是你可以抓出說 前提在哪裡的 這個是前提在哪不知道的 前提在哪不知道的話不要摸 前提在哪知道的 像這種接近什麼 接近底部 或說接近前 接近就是二二七附近 對 就在這邊的部分 或說你花一條線的話 就接近那個上任趨勢線的話 就是可以買的 像這紅肌也是一樣 紅肌剛撈起來 剛撈起來的話 其實像這個地方也有點怎麼樣 它有一點底部的味道 所以像這個部分 如果說它在這邊做整理的話 我認為做整理的話 因為它也轉型 它也不是什麼NB那些 它轉型做雲端的 所以像這部分 我認為像這種有整理過 應該在整理的位階 就是綠色這條線 是可以買它的 但它是俄羅斯概念股 俄羅斯概念股 如果說有影響的話 不知道 哪裡都會去了 所以基本上 影響都有線 所以我認為像上面這個股票 基本上都是影響有線 下面這個是 就是影響有線 你可以看出底部 下面這個是 那樓下呢 雖然破底只有連發科 立面環樂 對不對 其他要稍微避開 對 沒錯